我想問問陳老闆 現在到底你是怎麼樣欺騙大家的消費者 你明明知道這個8030的晶片 目前只能對應到10赫兹 你在你的官網的廣告上面說你是20赫兹 你在你的晶片上面故意印刷一個20赫兹 現在讓我廖老大打開一看 你是8030瑞士晶片 你最好出來解釋清楚 不然我認為你有涉及詐騙的行為 校長 你現在又開始在你完全未知的一個領域裡面 開始瞎扯了 也好 借這個機會呢 跟廣大的一些家的車友呢 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是怎麼去實現這個20赫兹 一個非常專屬的一個名字 灌檔 就是Data Reckoning 這個算法呢 最早呢 是澳大利的一個數學家 卡爾曼 最先所提出來的 最早的應用呢 在阿波羅登月 什麼數學家卡爾曼 什麼灌檔性技術 什麼登陸月球 沒有一個消費者在乎 每個人在乎的是 你詐騙 陳雷 你不要當大家都是笨蛋 你就正面回答一句話 你的是不是10赫兹的詐騙 印刷20赫兹來練財 如果是 你就回答是 如果不是 你就告訴我們 不是 請你說話對法律負責 這個車牙的公司 它在它的官網上面寫得很清楚 我們知道 我敲它的新的車牙 它上面是住宅說 新的車牙它是使用20赫兹的晶片 舊車牙是10赫兹的晶片 當我敲開它的新車牙以後 沒有錯它在晶片的外表 還故意印刷上一個 20赫兹的logo的質量 然後我把它晶片四方打開 放在裡面看 我發現它的晶片是8030 那它寫得很清楚 如果你使用的是GPS或供應式的未經系統 你就是10赫兹 不是20赫兹 我想問問陳老闆 現在到底你是怎麼樣欺騙大家的消費者 你明明知道這個8030的晶片 目前只能對應到10赫兹 你在你的官網的廣告上面說 你是20赫兹 你在你的晶片上面故意印刷一個20赫兹 現在讓我廖老大打開一看 你是8030的瑞士晶片 你最好出來解釋清楚 不然我認為你有涉及詐騙的行為 小生 你現在又開始在你完全未知的一個領域裡面 開始瞎扯了 也好 借這個機會呢 跟廣大的一些赤兹的車友呢 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是怎麼去實現這個20赫兹 大家請看哈 這個是520的顯露板 背面呢 這顆原機件呢 是MPU6050 它是一個3D的加速度傳感器 外加3D的陀螺儀 在我們這個領域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專屬的一個名字 灌檔 就是Data Reckoning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沒有GPS信號的一個情況下 可以通過一個3D的一個算法 去預測它這個位置呢 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個算法呢 最早呢 是奧德利的一個數學家 卡爾曼 最先所提出來的 前段時間我看 大家不是很感興趣 去算這個物理的一些定律嗎 這時候到了你們真正用武之地 也給大家科普一下 大家通過這個呢 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一個灌檔技術的一個成功應用 在一個停車場裡面 它的每一個點都標識的 非常非常的清晰 嗯 行 技術就講到這裡吧 所以我們呢 沒有辦法啊 就自研這個算法 你不是說這個算力不夠嗎 然後我們呢 就 用了一個專門的332位處理器 然後加了一個專門的這個3D的這個 波羅伊 一個3D的一個加速傳染器 也就是6050 我們做了成千三萬次的實驗 去解決問題 花了差不多近一年的時間 最後呢 有一個比較滿意的結果 這個就是你們手裡的5R 台灣應該有很多賭IT的嘛 對吧 你們去核實一下 我說的這個東西是不是對的 還是不是對的 等路明白再來說這個問題 不是全世界人都是笨蛋 不要再來一些事情 說到桌山股市去 什麼數學家卡爾曼 什麼灌導性技術 什麼登陸月球 沒有一個消費者在乎 每個人在乎的是 你詐騙 陳雷 你不要當大家都是笨蛋 你就正面回答一句話 你的是不是10Hz的詐騙 印刷20Hz來練彩 如果是 你就回答是 如果不是 你就告訴我可以不是 請你說話對法律負責 3D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3D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街